寒冬來上一碗熱呼呼麵茶 暖心又暖胃 是來到金門必吃美食 但民眾若想當成伴手禮 帶回台灣 現在可得留意了 加入豬油慢火翻炒 傳統古早味麵茶 表面上雖然沒放豬肉 但其實是用豬油炒出來的 日前大陸 非洲豬瘟死豬海漂上岸 政府下令限制金門豬肉 以及相關製品出境 為酒最多可罰100萬 也讓在地伴手禮銷量 瞬間激動 酥脆金黃燒餅 點綴芝麻 熱騰騰出爐 卻乏人問津 食用豬肉原料的知名燒餅店 也因為豬肉盡力 伴手禮業績慘兮兮 還有加入各式豬肉 製品熬豬廣東州的排隊名店 更是瞬間調了九成客人 金門當地無論是業者或是養豬戶 都忍心惶惶 就怕豬瘟病毒 藉由海漂入侵過散 傳統好滋味再也吃不到 第二集中的黃燕俊金門報導 霍擘